远东航空在复兴航空宣布解散后 表态有意重整新航 现在正积极向新航债权银行团 来争取重整的资格 复兴的这个重整 我觉得长龙华航 华航长龙都要优先 真的华航长龙不愿意 那我们再来考量 因为毕竟不管各方面的规模 我们都是排在第三 复兴航空倒闭 和远东航空当然倒闭是一样的 其实最弱势的就是员工 1700多个家庭如果失业的话 那个社会问题是相当严重 远航打算将新航更名为远东联合航空 预估将承接至少上千个新航员工 和大部分新航的自由飞机 而依照规定远航要重整新航 必须由新航的债权银行团 向法院申请 并且指定由远航来担任重整人 法院裁定许可后 远航才能取得重整新航的资格 消息指出 银行团将在下周开会讨论 远航的营运长曾金池也表示 乐观看待银行团的决定 如果获准能够重整新航 未来远东联合航空的办公室 就会设在远航 两家航空公司统一办公来增加效率 不过民航局也表示 新航重整与否 目前航权的分配仍会依法执行 中文字幕提设在硬朗室有最高的费车